字幕詞曲 李宗盛 Animation Anime 文化 Comics 漫画 漫畫 Game Game 電玩 Novel 小説 小說 動漫我要聽 诺威 你看我 变身 我说小玲玲 你这次又在玩什么把戏了啦 哦 因为我看到我喜欢的角色扮演的女生 又出了新角色哦 完美无缺的样子还会自己做衣服 哦 我的扣死环又默默开始燃烧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啊 呃 我想我就先不用了 而且你说的人明明就已经办好了 还坐在你旁边 不对 是我旁边啦 赶快来欢迎台湾超人气的COSER 红月思 阿斯 大家好 我是红月思 今天播出这个时间 我应该人在印尼 所以我现在是分身 什么 我们还是在Live连线他 你太厉害了 对 所以待会再跟你请教 你在印尼那边的生活状况 好 今天真的非常欢迎阿斯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刚我们在这个影言当中 小玲玲就已经提到了 你的很多服装道具都是自己制作的 对 对不对 那而且我也知道 你好像也不是本科系 就是这个出身的嘛 不是 不是 对 完全是自学自己来学习的 对 那在这方面 难度很高吧 很高 因为对 如果只是做简单的东西 它不合身或是不用到立体的方面的话 那都还算简单 嗯 但是要研究到说 比如说已经到西装 内里有些高档层次的 还有什么 后来所谓的立体剪裁 马甲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嗯 对啊 那这些特别的技术 你有拜师学艺吗 没有 就完全自学 几乎是自学 然后后来是因为真的到瓶颈 我不去了 然后就刚好说有那种辐射科的朋友 就跟他询问说这该怎么办 嗯 对啊 然后可能就是说刚好 因为我辐射科朋友他也对我很好 就是会留在他家里面 可能待一个晚上 他就教我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一对一教学这样吗 对对对 然后顺便还开个火锅吃个面包 是吧 隔天早上 那会不会吃完以后尺寸又不一样 也有点可能 那所以阿斯你在 不管是什么角色的服装 或者是道具上 现在目前都可以驾轻就熟了吗 嗯 还没有 没有办法 比如说盔甲我就不行 盔甲是像比如说钢弹那种 啊对 钢弹啊 或是有一些online他会有像肩胛 对 肩胛胸甲那种 嗯 那就没有办法 就比较坚硬的那种材质 对 如果要做简单的可以拍照的还可以 但是你要说全身到立体的状态的话 就比较困难 嗯 对啊 就会去跟一些道具师或是朋友之间做合作这样 嗯 那你有没有比较上手的部分 就是比如说你做做什么非常有心得可以教别人的部分 呃女装 女装 我对女装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有去深入研究这一块 不过其实还蛮常看到你扮男生的 对啊 我女生有占大多数 然后男生是因为说 ok好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男角就是扮的不是说真的很好 所以我不太敢去动这样 嗯 那其实说因为你是非本科系的 所以其实在做的时候应该也不是照正规的那种服装做法 那有没有其他人可能会批评啊攻击啊那些的 我后来是照正规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逼自己一定得要去做正规的方式 嗯 然后那时候想说 呃如果我毕业之后我要以什么作为工作 嗯 对啊 那我既然这么喜欢这一块 嗯 那我干脆就把这个当工作来做 哦 对啊 然后衣服一开始就是我高中时期 因为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嘛 也没有人叫啊 这小猫头 我就去成衣厂把衣服拿回来摊开剪一剪 哦 对 用剪的方式 比如说用修改的 或者是直接把它描下来当版型用这样 然后到后来才慢慢的会去买 买很多日文的参考书啊 台湾的参考书啊 嗯 对啊 它里面会告诉你说 该怎么制作该怎么打扮这样 然后就摸了好几年之后才会懂 那你现在除了制作自己的寇斯服之外 你有帮别人这个操刀吗 有啊有啊 我有开工作室 哦 OK 做最多的是哪个角色 嗯 马克罗斯福朗提亚的雪莉鲁 哦 对啊 曾经就是他 呃剧场版虚空割机里面 有一套白兔的衣服 嗯 因为他那套衣服非常非常非常红 然后红到就我做了十几套之后 我说我就是内心能我可以不要再做了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一套他 他非常难做 他后面的 呃如果以力学人理来说 披风是一定会垂下去的嘛 嗯 但是他的披风是 很像张狼翅膀的形状立体的打开这样 为什么一定要用张狼翅膀 因为他长得就很像那个形状 哎呀我们听众朋友不要抗议啊 只是生动的描述而已 可是他是可爱的兔子好 不可以想要张狼翅膀 对啊那因为他的后面的披风他太挺了 那一般的我们所谓的秤 我们如果布要挺就是一定要贴秤 像西转会贴秤 那他一般的秤是没有办法让他立体成那个形状 嗯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做衣服会太龟毛 嗯 所以我就拿做那种日本和服的腰带那种秤 嗯 他非常的硬 可是他也非常的难去烫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如果做那件衣服的时候我就 常常自己烫到手啊 剪到手啊 或是被针戳到 就常常都会这样 你里面没有加钢圈吗 钢圈有 但是是在波子蝴蝶解那一块而已 就是因为我会加厚的铁石 让他整个盛起来这样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欣赏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 请阿斯自己来介绍 好 这首歌是马克罗斯布朗蒂拉里面 虚空歌集的班尼 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动漫我要听 我们进行的单元热炒酒酒达人上菜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达人 是台湾赫赫有名的 人气红不让coaster 红月斯 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棒的coaster服装的制作者 好 那这个阿斯啊 我请教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有点老的问题 就没 因为我们现在访问的时间是刚好在暑假 八月初 那这个最近呢 七八月的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动漫活动 那就有很多人出角色 对不对 那有一些比较年长的 或对于这个动漫活动 比较不了解的这些人 可能就觉得 看这些起装衣服的人又出现了 你会怎么样子去面对 大部分的人 其实我很少遇到的时候会直接 哎哟 很少很少 大部分都是老定酒老咖的跑来观看这样 那就会说 你可以跟我儿子合照吗 你可以跟我女儿合照吗 这样你可以跟我合照吗 大部分都这样 也有遇过 但是真的很少 就是说 你干嘛 你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的那种 那就会笑笑的 嗨你好 嗨你好 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 是 对啊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这几年其实大家对于coaster 这样子的表现 有明显的态度上面的一些转变 有 而且大部分的人 比如说我们去外拍 去拍照的时候 然后因为会有很多路人嘛 他们都会跑上来 就是问一下说 你们等一下会在哪里表演啊 对啊 你们表演的话 是什么活动啊 都会一直询问 你知道他们还蛮好奇的 所以其实洪月师 你从就是coaster是一个兴趣 到现在就是近年来 发展成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自己的事业 那其实我们李明也有注意到 就是你有讲过一句话说 兴趣千万不要当饭吃 那看着自己就是 从以前就是刚开始玩 然后到现在的成功的阶段 那你有没有什么 想要分享给听众 就是给这个相同领域的同好 帮我们一些建议 因为兴趣不要当饭吃 那时候其实是我在开玩笑 因为那种访问的人 他跟我是朋友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兴趣真的不要当饭吃 啊这题能不能写啊 能写吗 我还跟他说 如果你觉得不好 我还把这句话删掉算了 对啊 因为没有啦 那时候我本来想说 因为我爱玩 那家中就会觉得说 这一项毕竟他是次文化 他没有办法带来就是收益 或是什么的 那还是需要一份正职 对啊 而且玩的话 老实说玩这个 他非常的耗钱 对啊 他从后到尾这样买下来 有时候可能一套就是 一个月的薪水了 是 对啊 那就会变成说 那我干脆把它变成自己的工作 但是工作一定会有遇到 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对预料之外的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疏解压力的东西 后来变成了我的压力 哦 对 对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 但是问题是这份压力 我就得 再去找一些宅 更宅的东西 再去疏解掉 对好去疏解掉 比如说我就会开始 每天我一定要追情犯 哦 然后我一定要看漫画 我一定要看小说这样 是 对啊 其实真的 我们在工作的这个场合领域当中 其实一定都会碰到这些 不如意的 是烦恼的事情 不能讲不如意 烦恼的事情 对不对 那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它 看心翻 好 那么也让我们的达人呢 先稍微休息一下 喘口气 然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达人自己推荐的哦 来请介绍 这首歌是Vocal Oido里面 静音莲所唱的二支招式 那我特别推荐是因为 这首歌它的歌词太打到我内心去 我每次听都会哭 对 我觉得连那时候看演唱版的时候 就演唱会版本的时候 它只要钟声一响 我就眼泪掉下来 是 好 那我们大家赶快来听一首 这首这个超动人的达人推荐的歌曲 今天我们的阿斯自己打扮的 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呢 虽然我们是广播节目 但是它非常让我们这个棚壁生辉啊 真的啊 我都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坐在这里 我坐在他旁边这个压力超高 阿斯赶快介绍一下 你自己这身的打扮 这身打扮是那个Vocal Oido 2的初音的衣服 那因为它这版本 它是拿原本原作的公式服再下去修改 它是一个AMD的衣服这样 那时候我们会声称到衣服 是因为我们要去受邀去香港表演 对 然后我们就跟朋友讲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感觉出自己那么喜欢Vocal Oido 那感觉出Vocal Oido好 那我们去舞台上面跳 对啊 感觉自己很可爱的跳 对 但是我刚刚在我们录之前 我就看到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袖子这样 对 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下个礼拜二 一定要看我们YouTube上面 更新的这个录音滑絮 你看哇 真的超华丽的 我还说 我说原版就是 衣服是这样子 Bling Bling的吗 虽然说黑色的袖子 但是在这细节上面 真的我看到这个 阿斯他在制作上面的一个巧思 还有用心之处 这个电路版 对啊 他裙子上也有电路版 可是现在应该录不太到 然后那时候为了黏这个 黏到凌晨三点 我还发赖给朋友说 我快死了 怎么办 真的啊 就你一个人 有没有人帮你黏 我们都是自己 几乎是自己做自己的衣服 所以我们都在凌晨三点 还互相发赖打气加油 做得不错啊 加油啊 快结束了 所以大家都是 这样半往生的状态 对对对对 那我想这套衣服在 你七月份去香港的那次活动 香港动漫节嘛 对不对 应该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吧 那时候上台的时候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 我不太好 我有很明显的舞台恐惧症 就是我一上台我就会 我不敢动怎么办 我拿到麦克风我也不太敢动 可是因为那时候上台的时候 就是底下就是很感谢 有朋友或是粉丝的帮忙 他们就直接一直喊我的名字 然后又做那个很大的看板 那就把我的照片印下来 对就把照片印下来啊 做看板啊 然后写我的名字啊 然后那边就是拿着加油 对啊 就是看到那个时候 就瞬间觉得心里面很温暖 就没那么可怕 我有点好奇就是 香港那边的抠舌 和台湾这边的特色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要以 要看是说是以拍照为主 还是说你要以舞台效果为主 如果以舞台效果的话 那我是觉得 香港他们为了舞台效果 真的是费机引行力 但因为我们有看到说 比如说整个衣服都为了华丽 所以他用了比较散亮的布料啊 然后翅膀背到很大 需要朋友帮他抓着的啦 然后还有道具大到 就是已经等身大 还要抓 也要扛着 对啊 就是一定要带个亲朋好友 去那边当个小精灵帮忙的 那也有看到有人因为角色 然后把他的重机车都做出来 放在那边的 哇塞 重机车怎么做 所以就是连重机都搬到舞台上去 对就是连角色的机车 都可以搬到舞台上面去 我就就哇 那真的好机车 好好那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 我就有说今天的红月丝 其实不是本尊 本尊 请问你 今天为什么会来印尼参加这个活动呢 哈 红月丝不想理我 好啦我是想问说 就是其实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九月 就是今天哦 他现在就是在印尼参加一个活动 当台湾的代表嘉宾 那可以请红月丝来帮我们讲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 因为九月 我有收到AFA的邀请 所以我九月一号二号 会在印尼台湾代表的身份 跟大家去做见面活动 当比如说活动的评审啦 那上台跟大家做一些互动啦 之类的 对啊 那这要出什么角色 应该会出Vocal Edo的巡音 对会以巡音参加 或者是说马克罗斯的薛里卢也有可能 那你在舞台上面会做一些 什么样的表演活动吗 目前他是说是专访 就是在舞台上面直接跟 主持人 对就是主持人或是底下的观众talk 知道你现在在印尼哦 对对 祝你大会成功 好 演得真棒 谢谢红月四那么捧场 对 很流泪 真的我想真的也真的非常谢谢红月四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同乐 我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阿斯竟然是这么样的活泼 又大方又美丽又亲切 那当然真的是希望你未来的 不管是你自己的个人嗜好也好 还有在你的工作室上面都能够有更亮眼的成绩以及表现 好吗 有空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玩哦 好 谢谢 谢谢阿斯 谢谢 那最后还是要你来为我们介绍你推荐的好听歌曲 这首歌呢 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它算是今年的心凡 那它是妖狐扑SS里面的片尾曲 那是雪小路跟凡之种的角色曲哦 名字叫太阳朵附 好 那我们就在这首歌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了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到YouTube上面看看我们的录音滑絮 这集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超洋眼的 那我要很远的讲 嗨台湾 大家天气好吗 还要很远的讲这样 对没错 然后同时也欢迎大家到FB上面 还有天空部落格 跟我们做一些意见的交流 以及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 最后呢 祝福大家一个非常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